都说读说明书是学习摄影最好的方法 可这密密麻麻的字根本看不进去啊 网上的摄影教程呢一搜一大把 随手呢就能收藏好几百个 可真正看完的却没有几个 都说头脑比器材更重要 但买设备可比锻炼头脑容易太多了 于是镜头买了好几个 却仍然拍不出自己想要的照片 这是不是屏幕前的你呢 大家好我是Eddie 一个旅行摄影师生活在纽约的北京人 我的作品呢曾经获得过很多个国际摄影大赛的奖项 那包括国际年度摄影师 FAPA IPA PX3 以及Epson的全景摄影大赛 我的作品呢也被美国多家画廊以及博物馆展出过 那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啊 也是我在初学摄影阶段所踩过的坑 今天的互联网呢 却是让我们更容易的学习知识了 但是这些信息很碎片化 如何把这些枯燥的基础知识应用到实际的拍摄中去呢 仍然是初学摄影的小伙伴们会遇到的最大难题 那这就导致了您在设备上烧了不少的钱 视频收藏了一大堆 但仍然玩不好手里的相机 正因为我也在自学的时候踩过这些坑 所以我懂你 于是我把过去十几年的摄影经验 总结成了这套城市行者实战课程 通过一些实际的拍摄案例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把复杂的事说清楚 从前期如何计划拍摄地点 到现场如何设置相机参数 再到后期修图的全过程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把零散碎片化的知识点给您系统化的归纳到了一起 安插在不同的拍摄案例当中 帮助您加深记忆 那这样下次遇到类似的拍摄环境的时候呢 就可以灵活套用了 甚至参数啊 您都可以直接照搬 如果您不想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理论 却又想拍好照片 又或者是您想要系统的学习摄影 并且迅速提升实战的经验 那么非常欢迎您加入我的课程 来一起讨论和交流 毕竟摄影呢 它不仅是一门技术 更是一门感性的艺术 用相机传达咱们最真实的感受 在旅行当中记录下看到的风景和人 将来翻看起这些照片的时候 更是珍贵的回忆 说了这么多 不如行动起来 拿起相机 咱们一起玩摄影